警戒是不是又出现了有黑幕了 新北市卢州分局有一位警察呢 上个月底在警局举枪轻声 当初他留了一封遗书 遗书里面呢写了不少的篇幅 在抱怨说长官为了升官 烤鸡给基层远警太大的压力以及工作量 但是警方第一时间呢 对外界跟家属说 哦这个警察是因为感情问题而轻声 家属都相当不满了 遗书里面不是有讲很多吗 怎么都不把那个当作参考呢 今天上午呢 从台南北上到了分局去招魂 还带来了议员来陈琴 想要一个真相 拍照比叶面对镜头展现自信笑容 她是卢州分局远警蔡成红 才25岁的她不幸举枪轻声 但她的妈妈怎么也不相信 分局第一时间所说的 因为感情问题走上绝路 不会讲那情务上的事情 可是她真的有讲每次回去 都觉得她真的是累怕了 所以我只要真相 妈妈和弟弟前来招魂 带着家乡台南的议员北上陈琴 就是这个停车场 蔡成红上个月29号早上 先对她工作的分局墙壁开了两枪 讲完电话之后举枪轻声 当时她留下遗书 上面写道 长官为求升官不论是非 把基层的同仁视为猪狗不如 一堆专案勤勿让下属疲于奔命 只为了长官声签求绩效 抱怨工作写了一大篇 但警方却以底下一段 你大喜之日我没办法帮你祝福 把她的死轻描淡写 归咎于她本身的感情问题 我们卢州分局没有照她这份遗书来讲 要说她是因感情事件而来寻短 让家属没有办法去理解 我们今天从她的遗书的内容 可以看得到 她的死因是有相关的问题 包含在工作上面的对时事的疏解 她的看法 警方在家属提出质疑之后 才公布遗书上的确提到 死因可能和工作有关 但第一时间却没有公布 也难怪家属产生质疑 钟贤林先来安置SNG小组 新北市报导